终结的重大公安意外 警方在十号晚间把蔡信公投等人 依过失伤害等罪嫌就办 台中检方是在今天传唤出庭来厘清责任 顺后更预知蔡信公投等四人 五十万部等金额交保后船 其余是请回 而行政院是指示了交通部 要协助地方政府盘点捷运轨道周边工程 共同检视个案所衍生出来的问题 并由运安会来进行调查 涉案的工地人员案发后 被带到警局制作笔录 因为台中检运旁的新复发件案 十号发生掉币砸落意外 导致列车上乘客一死十伤 警方征讯完毕 将蔡信公投等人依过失伤害 公共危险等罪嫌就办 台中地检署十一号传唤他们出庭 针对是否有人为操作不当 或是掉币钢索老旧等的疑点 进行厘清 共十二人当案处理 工地负责人蔡信被告 以及吊车业者负责人 以及指挥吊车人员 许信被告等事人 分别预支五十万元 三十万元 二十万元 及二十万元交保后船 提醒交通部对地方在轨道周边的工程 他的建造由地方来审的时候 不是就有监管单位 是捷运局地方捷运局也都会审 在审查过程如何落实相关规范 要有所要求 对发生这起重大史上意外 行政院会十一号进行通盘讨论 会中除了指示交通部 协助地方政府盘点捷运轨道周边工程 共同检视个案衍生出来的问题 并且由运安会进行调查 此外对于本案中 承染新复发建案的棋域营造 近五年发生七次重大公安事故 被质疑公安管理不当 为何劳动部先前没有全面检查 引发外界质疑 劳动部澄清 近五年 对这家公司的工程执行劳检 有局部停工五十六次 共财罚约一千四百万元 后续仍会积极监督 记者陈嘉欣 谢麒文 林建森 综合报道